情人節的關卡 嗨 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實習生UNI 大家情人節快樂 大家已經去玩過情人節關卡了嗎 如果是有玩過系列作的玩家 相信已經都對這次擔任活動關卡BOSS的 卡尼爾不陌生吧 沒錯 他就是愛麗絲的哥哥 卡尼爾第一次登場是在X4當中 他是仲才部隊入軍支部的司令 同时也是整个仲裁部队的副指挥官 他的官阶仅次于指挥官General 卡尼尔是由隶属于仲裁部队的特别研究部 所秘密开发出来的 这个计划希望可以开发出具有战斗力和坚强的意志 同时爱好和平又不轻易动武 但是这个计划发展出来的结果 是变成了两个个体 而其中爱好和平并且不轻易动武的那一个个体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爱丽丝 卡尼尔则是具备了战斗力和强大的意志 而因为他们两个的城市系统有大部分相似 所以他们就以兄妹相称 在X4的剧情当中 卡尼尔为了要去救回被非正规品绑架的爱丽丝 因错阳查尔被误认为是仲裁部队造成天空壶罪毁的主谋 而带着强烈军人尊严的他 当然拒绝了这种不明不白的调查 在指挥官General正式宣布了仲裁部队独立运作之后 非正规品猎人就认定了仲裁部队非正规化 也就因此展开了著名的仲裁部队大战 在X4的剧情当中 卡尼尔会要求要跟主角决斗 只要选择使用截弱并且打败他的话 就会发生这个场面 在X4的剧情当中 在X4的剧情当中 卡尼尔! 恩? 看凡了,卡尼尔! 在X4的剧情当中 在X4的剧情当中 何要做? 今からでも遅くはない 空出党を中止しろ 断了 そうか 追践 惹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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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ゼロは私の命を助けてくれたのよ 你也要把你打到這個場合 但我不會以為你以為 我以為你不承認 我以為你不承認 Zero 請你 兄弟和戰鬥 如果兩人戰鬥的話 哪一方 誰要不承認 誰要不承認 Zero 卡尼爾其實是一個非常想要好好保護愛麗絲的好哥哥 所以在這次的情人節才會擔當關卡BOSS的角色 對所有想要接近妹妹的人都要施語嚴厲的考驗 在這次的情人節關卡 你必須要觸發雪兒、費拉姆還有愛麗絲 才能順利在關卡分數結算的時候得到三星的成績喔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非正規情報戰 希望大家都能享受今年的情人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